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涌》频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9日第637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港股日日跌,怎么办呀? 在上一集第636集的时候 我们就介绍了一位资深的炒家 是炒地产的,叫林子峰 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懂得走位 而且他懂得见好即收,你都知道 香港地是一个被人发达的机会 只要你懂得把握的话,你就可以很有钱很有钱的了 但是也同时说过,如果你太贪心,贪性不知输 最终你可能就是一无所有,都好像发了一场梦 他就可以代代平安,代了一百几十亿落袋 但我们香港人就未必那么幸运 因为我们这些小市民,小投资者 日日都是望天打掛 希望恒生指数可以升多点,升好点 令到大家的财富都会好点 但事实上,这一排我们的确是很难过的 原因就是恒生指数日日不跌得多 跌百多百点,日日折磨你,今年就够惨了 今天恒生指数收市时也要跌195点 而且那个成交金额大概是910亿左右 完全不觉得它是高的 所以我们发觉了,很早之前已经说了 北水应该就没什么能力最近可以再下来的了 现在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可以大吹特吹 希望可以把香港的股线吹上去 但大家也不要期望太高 我们香港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香港 但见到现在的恒生指数不断地跌的话 加上楼市也开始转差 所以现在看下去,我们香港的财富的确是逐渐逐渐流失 包括你和我只要有买股票的话 现在都是站定定,捱打状态的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呢? 天天是这样跌,似乎不太好 最近朋友问得我最多的问题就是 恒生指数要跌到什么水平才会停下来 现在已经跌到18,500了 但对上次的低位还有一点高位 所以应该还可以继续跌下去 不过恒生指数真的衰起上来有条路 现在的恒指或期指还是要跌多几十点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今晚美股开市都不漂亮的话 明天回来看怕都是空多吉少的了 还有没有一跌? 就让它跌了 现在都跌到这样了 大家都应该不要再太害怕了 不过可以做的事也不多 所以如果你们不是太过财困的话 把股票放在一边 如果你的股票是漂亮股票的话 如果不漂亮的话 那就要量度过想过了 记不记得在第589则的时候 我说过恒生指数会向着19,000点进发? 那倒不如再看我提供的图片 这个图片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的恒生指数跌到18,500几点 其实已经很接近我们的底线 就是黄色那条 大概是17,200几点 那你说会不会再跌到这么深? 其实也不是很深 跌多一千多点就到了 那你说香港还有没有能力 或者还能不能再承受得起跌多一千多点呢? 要跌起上来的话,为什么不行? 就是18,000点跌回到10,000点都还可以 所以我们香港的前途 现在来看 你说它悲哀 我都不会太过反对的 那不如大家可否一起想想 香港还有什么好的因素 可以提供一个好的未来呢? 唯一可以看的就是 快点通关吧 通关之后 会不会有多点的内地人来 可以冲起一下 但是你都知道内地现在的情况 他们除非是有一批很有钱的人 会来香港玩而已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想带动他们香港 向上再冲上去的话 其实基本上是微乎其微的 今天早上又听到清姐在电台里面说 我们香港要抢人才的吗? 人才要抢就很麻烦了 的确是的 因为人才是要吸引过来的 只要我们这个地方是好的 条件是好的 或者法律是好的 各样都是完善的 人才自然就会留在这里 抢有什么用呢? 抢完人家都会走的 还有 要玩留企业就更加难 你想想 一个外国企业 要在香港那里 成立他们的总部 或者分支的话 其实是深思熟虑地想过的 当他们要走的时候 他们也不会说 你叫一句 回来回来 那他们就会马上回来 没可能的 人家一些走了之后 以后都不会想着再回来 所以有些事情 如果我们香港是损失了 就已经是损失了了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有没有得远? 没有得远的 我们只能够 继续看着我们香港 未来的前途 究竟是灰蒙蒙一片 还是可以放晒烟花 大家自己想想 今天最新疫情的数字 已经降下来 只剩6千多钟 好过前一段时间 有过万钟 但是商界方面 已经有很多东西要说 因为商界不断 或者是政界人物 不断叫政府快点 可以落实一个叫做0加7 最好就不要再检疫 如果别人来香港 或者别人出了去香港 再回来香港的时候 都不要搞那么多 因为行政会议的成员 例如林建峰 他也说了 快点尽快 不要有这些隔离政策 就算在年底前 或者是下年初 通关的话 都已经太迟了 其实商界已经是叫救命 喊到喉咙都沙埋了 另一个就是湯家华 他也形容香港现在的经济 已经去到一个相当危急的地步了 社会要求放宽入境的限制 是相当强烈的 那这些帮手想起的 都已经给香港政府一个好的idea 快点通关啦 但是这些东西 我常在想 是不是香港政府可以做决定的呢? 似乎又未必的 都要跟大队的嘛 所以大家都在等一等啦 至于财爷方面 他也有话说的 他说政府的收入是不似预期的 比较差点 有机会是会录得过千亿元的赤字的 其实他说 政府的财政储备 有机会是会降到下去 只剩8千亿 不过8千亿还是很多钱来的 那我们香港呢 底就够厚的了 那问题就是 长期这样洩下去 都不是办法的嘛 那么他说呢 现在经济改善的关键呢 就是要疫情呢 受到一个控制 但是你说想清零的话呢 说真的 真是没什么机会咯 偶尔会有一两宗的嘛 是不是? 那有些经济学者就这么说 他说如果在下个月 能够可以通关的话呢 其实都已经是迟的了 不过如果有得追数的 就尽量追啦 因为如果追得好的话呢 经济好些少的话呢 下年就不需要再派堂 咦?但是我就这么想哦 既然政府有钱的话呢 我都希望他下年呢 是继续派堂的 因为 现在我们香港的经济呢 似乎呢 就周围都不是那么好 只有一个地方好 就是香港政府大把钱 那既然是的话 喂!我们的环境仓 你就帮帮手咯 市民都要过活的嘛 那希望他呢 是可以继续派堂的 我们的财爷阿波叔呢 其实他在网站上面呢 也都有说了呢 就是香港的经济低迷啦 政府的收入呢 是不似预期啦 而且呢 开支呢 还是不断地上升喔 所以呢 这个财政年度呢 那个预算案呢 就会比较差一点啦 赤字呢 也都会多了很多啦 他说呢 好彩今年呢 是有发行这个绿色债券而已 可以拿到350元回来 如果不是的话呢 赤字可能会更加严重啦 他同时间呢 也都指出了 香港的楼市和股市呢 都是非常疲弱的 所以呢 印花税都少收了成三分之一的 那我想想 是啊 我们只是帮手 去计这个港交所 可以赚到多少钱 赚到多少钱 我们计漏了一条数 就是政府都要收税的嘛 那么这个税收呢 也都少了很多啦 还有 还有呢 今年呢 卖地呢 原本预算的收益 就会有1200亿的 谁不知呢 头这五个月呢 卖了的地出去呢 其实收回来的钱 只有172亿而已 就远远呢 是不及我们的 预算了的收入的 加上呢 就是这个利得税啦 新捧税啦 都是比较差一点的 当然啦 香港那些企业找不到食 没有了这个利得税的嘛 新捧税 那些人都没有公开了 那又何来有税交给你呢 所以种种的情况看上去呢 我们香港的处境呢 现在的确是危险的 那又怎样呢 最好当然是买多些地出去啦 那如果还有地的话呢 我就在这里 有个建议 就乱乱乱 拿多些地出来 就尽量推给四叔 反正四叔呢 他都说过啦 早前他说 五百零百亿的地价而已 如果要的 Period的事是明天都直接拿到来啊 那他都这么投帅了 那如果不找他 又找谁是能推得成什么呢 所以他想做中环地王 就让他做å 政府又有钱收 大家都有着手嘛 最近呢 也有 slide 很多我的朋友 真的拗口拗命问我 就是关于乃讯和港交所的股价 究竟会跌到什么水平 我便想想想 不如就是用阿里巴巴的股价 作为一个引号,引到一些东西出来,就让大家看一看那个情况 阿里巴巴其实是第一个,估价是跌得最惨的 它曾经最高价的时候,就是在2020年的10月18日左右 当时的估价最高的时候,升到$301,已经很高了 但现在跌到下去,都是只有$83-$84左右 换句话来说,它由高位跌下来,现在蒸发了大概是72.45% 好了,既然阿里巴巴也是这样的话,我们说过香港的四大天王股 这个$388港交所都应该要差不多跌幅才持养的 那我们看看,今天港交所终于都是落落实实地跌穿了$300 现在报价是$291.4 但如果它的股价由最高位要跌大概72.45% 那大概会是多少呢? 原来港交所的高位是曾经在2021年,即是上年的2月 最高价是在做$576.5 那么厉害?但如果要跌72.45%的话 其实港交所的股价只是值$158,或者$159左右 那当然了,你都没有生意了,还怎么可以给你这么高的价格呢? 好了,另一家就是腾讯了 腾讯也是同时间跌穿了$300,现在正在做$289,齐头数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原来腾讯最高位的时候在哪里呢? 没错了,都是在上年的2月,它最高价的时候齐头数$770 好了,如果以为高峰跌72.45%的话,其实腾讯的股价只是值$212.14 那换句话来说,现在正在做$289,是不是还有一段时间跌? 当然有一段时间跌啦,就算跌到$212的话 其实再跌下去,跌到$105,$100呢 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奇怪的 最紧要看它的盈利可不可以顶得住 盈利顶不住的话,由$200多继续跌,有什么不奇怪? 刚刚收到另一位观众朋友,他就问起$1686,即是新义网 他说,股价不停跌,也创了一年的新低,那需不需止蚀? 我就以过来型的身份解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新义网本身的业务不算太差 如果你有看我第620集的时候,都有讲新义网的未来 那么在当中里面,我也有提及过 就好像下面这一幅图的黄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新的财政年度 就是由今年的7月1日至到下一年的6月30日为止 在这个年度里面,其实它三个正在建的数据中心 都会陆陆续续地完成的了 有些已经是租了出去的了,有些招租已经去到六七成了 当下成的时候,应该可以去到七八成,应该都不出奇的 这一家公司呢,其实新闻就不多的 那就是说,其实它都是默默耕云的了 只要香港的情况是许可的,是稳定的 那它应该就不会做得太差的 何况它现在的市盈率已经跌回来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就是去到21倍,22倍左右 那如果今年来,即是新的财政年度 如果真的可以令到那个盈利是可以大幅增长的话 因为有新的数据中心落成 理论上可以令到它的股价就应该有振奋作用的 那现在跌了这么多,我就会这样想的 如果你是等钱花的,那就没得说了 但如果你不等钱花的话,就应该再等一等 看这个时间先 何况它11月呢,它就会派一个股息 那我等了整年,其实我都买了很多下去的 我的身家大部分都放在这家里的 那它现在跌到这样的水平,我都没办法的 不过我买回来的时候,都是属于平价货的 那我现在就暂时什么都不敢做 只是想看看这个收了息之后 看看那个股价会有什么变动 那所以我就会静观其变 而且我很早之前我已经说了 对这一家新义网的公司 我是采取一个叫做扯战扯退的策略 原因就是因为我也是那句 香港的政治气候似乎不是我想像中好像以前那么稳定 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当然希望海阔天康去远一点的地方 譬如好像买Microsoft 它也有这个数据中心 那何必只留在香港呢? 不过我也不会看得太过淡 只不过就是香港不要再插下去 这个才是重要的因素 好了,又下来我们这一条片的末段 大家看看这一幅图 记不记得这一幅图在哪里? 这一幅图应该是我们香港的邮轮码头的地方 南华早报就引述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王家加纳比国际邮轮公司 它就将会放弃在香港重启公海游 即是不会由香港出发 而且因为对香港失去了这个耐性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通关 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所以就已经决定是移私去新加坡的了 那么不会再回来香港 又走多一个客人了 所以意味着这个邮轮码头 未来的使用量可能将会更加低 那么这个启德邮轮码头的董事总经理呢 他在8月份的时候 已经是预警全世界的船队 其实已经重新营运的了 只有香港还没这么做的 所以在这个最新的发展里面 如果邮轮是持续地流失的话 那我们香港的邮轮故事 就应该不需要再讲下去了 因为都应该没什么大前途了 那么他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如想想想 将这个邮轮码头 可不可以再改建为其他的用途 喂 这样好啊 因为现在香港政府 都是五行欠税嘛 如果这个码头不行的话 不如改了它啦 是不是 起码卖出去 赚回几百亿那么多好啊 那常常呢 投资方面呢 都要记住有些的说话呢 是应该挺有教育性的 譬如好像李嘉诚说的这句说话 他说 如果骄傲的心一直都有的话呢 迟早一定撞板的 那我们呢 都希望好好记住这一句说话 当然啦 有些人永远都只是记住正面那方面 就是说 中国好 香港就会更加好 那这句说话 我没有说他说错啊 只不过 如果你把他反过来看的时候呢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滋味呢 那大家自己想想啦 那这一集呢 讲到这里为止啦 希望大家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亦都同时希望你们 看完这条片之后 可以给个like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的 多谢各位 今天亦都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而这篇文章就是 关于英国的通胀问题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长和系 即是李嘉诚旗下的企业 原因他投资了很多钱 在英国这一块地里面 那么 现在英国的通胀那么厉害 经济也都开始慢慢转叉啦 到底政府会有些什么的policy 而是这些policy是会帮到他 还是会害了他呢 那这篇文章呢 就有着少少的介绍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呢 可以进来这条link 看一看 如果看完之后 希望你们有时间 帮我按一按前后左右附近的广告 那就行了 多谢各位捧场